可能欠的人情會真的還不完 當小花絕對不是多巴胺穿搭 她在亂搭 哈囉 彈子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楊丞琳 來來來來 聊 這個演唱會為什麼會想要請你叫 Like a song 當初這個演唱會的概念的開始 是為了出道紀念週年 現在是23週年了 我想不管是哪一年 都值得慶祝 是因為有所有的支持我的人 還有跟幫助我在台上 發光發亮的人 我才可以像是一顆星星 那我覺得Like a star 其實不僅僅是對於我吧 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 活得像是一顆星星 發自己的光 自己的亮 我覺得舞台絕對是一個亮點 看過的人都說 演唱會的一開頭 他們就會雞皮疙瘩嘛 然後再來當然是音樂本身 每一個段落都有屬於 它這個段落 該有的一些氛圍 經典的歌曲 大家熟知的歌曲 也一定會在這場演唱會上面去演出 那就是這次你們會有想要請一些嘉賓嗎 我想如果每一場都要請嘉賓 我動用的人脈會有點過多 我可能欠的人情會真的還不完 所以我可能會在部分的城市會去邀請 然後我也會盡可能的去思考一些 在演唱會上還沒有找過的人選 那你去這些場市開演唱會 會不會就是品嘗一下當地美食 我其實最痛苦就是開演唱會的時候 我都不可以品嘗美食 因為女歌手的衣服真的很難遮 就是我們也不可能穿得非常的寬鬆 因為在舞台上其實還是要去體現曲線嘛 然後也希望自己的狀態是好的 因為我是美食愛好者 我有一點點在管自己的嘴巴這件事情 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的身材如果能夠去保持一個狀態 其實都不是來自於我天生的體質 其實都是我自己克制出來的 那你說身材隨意覺得保持很痛嗎 我沒有一直真的沒有 大家誤會了就是在我中間比較胖的時候 我釋出的照片都有皮圖 你要上鏡其實標準一定會比較嚴 可能大家看我本人覺得還OK 但上鏡其實已經過多了 工作的時候就很常在長沙 然後我覺得在長沙跟成都兩個地方 是最痛苦的 因為你只有變胖 不可能變瘦 因為東西太好吃 而且我是一個很愛吃辣的人 太少太少太少了 我真的是一個 從小就是心比較老成的一個女生 對所以我很少有少女心 就是可能朋友的小孩很小 可能才一歲多那種 然後還有朋友養的狗狗那種 看到小動物啊小小孩啊我就會覺得 但是好像也不是少女心齁 好像是母愛 我內心是習慣了 第一次聽的時候是不可思議 想說從小嗎這樣子 但是確實我出道時間也很早 有一些人在跟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們都會就是帶著一種恐懼的心 在對我說這句話 很怕我會不高興 但其實我真的不會 我覺得是我的榮幸耶 不會真的沒有辦法 我覺得點自己的歌真的太尷尬了 通常只有就是聽公演的時候 大家會說一起去KTV 其實我往往都是坐在那邊吃東西 我比較少唱 然後有些人會為了表達他們對你的喜歡 他們就會點你的歌 但他們又會覺得在我面前不好意思唱的時候 就會說你陪我你陪我 那種時候我才會唱 你也有唱一些演出劇的過程 電影的OST 那你平時就喜歡追什麼的劇 我追的劇 都不是那麼適合OST 因為都是偏向比較懸疑的 我喜歡燒腦的 懸疑的 最近最新出的就是黑鏡第六季 現在多巴胺穿搭結婚 我在出去講小花的時候 就已經很認同多巴胺穿搭了 我覺得講小花絕對不是多巴胺穿搭 她在亂搭 因為她在戲裡面 她就是一個不會搭配 但是又充滿自信的一個女孩 就是很有正能量的人 但是多巴胺的話 我覺得她可能顏色也有搭到 但是搭配大家不要學她 我不會給自己任何物品取名字 太嚇人了 小明這樣不行 讓下一個嘉賓分享一個 他最尷尬的事 這個題目還蠻難的 應該就是我出差的時候 忘記再換洗的內衣褲 真的蠻尷尬的 來來來來來玩 你有你在這小聽到你去聽一下猜歌 蛤? 帶我走嗎? 她感覺很激昂 再一次 是 雨愛 最近的歌 像是一顆星星 真的 天哪 這太難了 喔 喔 只要求喔 只要求喔 喔 對不對 好 這Validy很簡單 好 第三首 雨愛 是不是多重歌 那個 那個雨愛曖昧 那這個比較簡單 好 謝謝謝謝 謝謝